你好,歡迎光臨 我想要一雙鞋 因為明天要去泰國 我想要一雙好走的 因為出國就是會走的多久 對啊,沒有錯 然後我想要 因為我現在也有在上些節目 需要配唇打 它都是休閒為主 所以我想要好走好穿 可能就是好穿搭的 OK,別問題 不要太平鞋的款式 不要太平鞋的款式 也不要登山級 OK,沒問題 很簡單 我先幫你量一下 OK 現在您好,這邊先請坐 我先幫你量一下你的主場的快度 好 那就先做好囉 那不好意思 這是我的兩腳旗 可能要將你的左腳鞋子先脫下來 左腳 對,右腳一樣 對對對 我先幫你放在旁邊 要不然站起來你的高度才會感覺 好,來 那你的左腳先幫我搭上兩腳去之後 我把它先做個定位 那這邊是第一隻骨位 這是旁圍的定位 那這隻腳麻煩您待會呢 幫我踩在這個地方 好 是的,稍微往後一點 好,再往後 OK,不要動囉 好 那待會您站起來之後呢 你會形成一個叫做 後腳你會變成比較低 前腳掌會變成比較直一點 好,來請您站起來 OK 那請您身體稍微向前 OK 對,上前之後 頭不要低下來 請您指示前方 那如果可以的話 你可以隨便擦一下 要放在後面 對保持你的平衡 好不好 OK 這樣子你現在目前的左腳 全部的壓力都會站在這隻腳上面 那我先幫你測試的第一隻骨位 好,不要動囉 來 第一隻骨位的部分呢 是17.8 等一下 等一下 來 先生,你的腳長部分呢 是24.4 然後你的寬度部分是9.5 好,來 我們測完之後 我們先來換你右腳 先請坐一下 對 左右腳會不一樣嗎 人都會有到小腳的問題啊 對,這是很正常 等一下 對,那我再翻個邊 那你的右腳姿勢跟左腳是一樣的 左腳是要往後面 對,再往後 OK 好 那先目前呢 我幫你第一位先站起來 站起來之後呢 一樣你的重心是在右側 然後呢 一樣你就是身體擺持姿勢向前 插腰 對,插腰就可以了 依然我還是幫你測試一下 你的這個腳長部分 等一下 來 你的右腳的第一隻骨位的部分 是18.15 差了0.3 那你的腳長部分呢 是24.6 差了0.2 那你的寬度部分的數據呢 是9.7 好,來 先生您好,請坐 好 來 接下來我會跟您做一個 分享足部的數據 好 來 那這是我們的這個 足部的這個普查的一個兩腳說明 來 先生不好意思 這是你的兩腳數據 那數據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 我們以左腳來說的話 低子骨位呢 您是在呈現是在17.8 被我畫的很 被我畫的黑黑的 那你的腳長的部分是24.4的公分 那你的寬度是9.5 你的右腳的部分呢 是18.1 其實左腳是相差了0.3 就是針對你的第一子骨的曲折點 那因為本身大腳小 本身的大腳的部分 如果說你的左右腳長度不一樣 相對我們的曲折點也會不同 那第二個 你的足長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 剛剛念到說 左腳是24.4 你的右腳是24.6 那你也是屬於相差0.2公分 寬度的部分呢 也是一樣 相差0.2公分 今天數據很明顯 你的左腳是偏長 偏寬 右腳呢 都是屬於比較偏小的 但人都會有大小腳是正常 每個人的行走步態不一樣 左路的姿勢也會相對不同 左右腳本身的力道也會不一樣 所以我們呈現的寬度長度 甚至腳背 維度腳背 高度跟腰度都會不同 那數據很清楚 你就是屬於右腳偏長偏寬 所以你要記得買鞋 四鞋都是要以你的右腳為主 因為右腳比較大 是的 因為你的右腳是比較長跟比較寬 再來 我以前是四左腳 真的 那你不會覺得穿鞋子會特別的 右腳 因為我習慣買上來放 那其實基本上鞋子是要合四合腳 也不能過大 因為鞋子其實要符合到我們的足部 再來 我們再來做分析 其實我們左右腳知道之後寬度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足部 其實我們仍有分三個足部 所謂的扁平族 高公族跟正常族 你的腳型叫做外旋族 所謂的外旋族的意思呢 就是我們腳擺平 稍微往外靠一點點 你的後跟不要動 你的這個擺直 所謂的外旋族 我們可以看到幾個特點 第一個就是腳背跟足弓 第一個就是腳背 第二個是足弓 如果你的腳背跟足弓過高著 然後大致上你的雙腳中心就是在外側 那我們還會看到我們的後跟 如果你的後跟的部分 是偏向內側的話 叫做外旋族 那外旋族呢 也不能稱為高公族的意思 因為其實外旋族 基本上走路是這樣子 後跟下角會往外面做旋轉 叫做外旋族 對 所以說呢 你在走路過程當中 其實你用腳不能講說 你會走不久的路 但是呢 通常散的時間過長的話 你會比較帥一點點 快痛 那就是因為你的後跟 跟前腳掌的受力 好來 基本上外旋族的部分呢 在醫學界也是俗稱它為高公族 但是因為我們來路呢 是做足部的判定而已啦 因為我們不是醫生 所以說我們不跟你完全講說 你是不是完全叫做高公族的腳型 我們只能稱它為叫做外旋族 那外旋族的受力在哪裡 後跟外側的腳弓 橫向腳弓 大墓式的邊緣 來這次很簡單的1234 我把它畫清楚 就內側都沒有受到力 是的 沒有錯 外旋族我剛有提到說 腳背跟主攻過高者 你的受力是在1234 那我們一般人的 主步在走路是 後跟接觸地面 外側接觸地面 那再就是呢 內側接觸地面 前腳掌接觸在做推進 那因為你的腳型 基本上如果走快一點的話 你的受力是在後跟掌心 所以說你中間這一塊 它是沒有足弓的支撐的 所以你在選鞋的過程當中 一定要記得 三大足弓的支撐 是對你足部是比較有幫助的 所謂的三大足弓 就是要有足弓的支撐性 要有足撐才能分散你足底壓力 能分散的話呢 你在走路過程當中 才不容易外旋跟內旋的動作 你也比較不容易累 這是我們基本上就是跟你做的 如果說要真的要選鞋的話 就是這樣子 OK來 所以說如果說 其實像這種外旋族 基本上如果嚴重著的話呢 一二三四 這四個點會容易長繭 如果長繭該怎麼辦 泡溫水去腳指定 好不好 好來 再來 我們的腳型的腳擠頭都會不一樣 對 那像你的腳型的腳擠頭部分呢 對 可以看到 OK 那個還高一點 OK 這一個叫大拇指 這一個呢 叫做食指 好來 那我用畫的囉 那現在目前大拇指 食指 中指 無名指 小指 第一指 我們第一指大拇指較長 我們叫做埃及型的腳趾頭 那其實呢 這個沒有所謂的定義 沒有講說什麼名字叫什麼 什麼三角形之類的 那都是屬於一般就是在我們 在那個竹科大部分可以看到 那種腳型的腳趾頭 所以大拇指較長 我們都稱它為了做埃及型的腳趾 那你要如何去做選鞋 其實很簡單 只要是 不管是你的是方頭鞋旋 方頭鞋旋 帶一個小肩也都可以 我們最長的部分 跟你的鞋頭 最起碼於60.8到個手指 我的鞋內空間 那當然我們也有會看到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有些人的腳趾頭 是第二指比較長 對吧 我打像是 沒有 你是大拇指比較長吧 沒有 來 你放在地板上 大拇指比較長 大拇指比較長 對啊 沒有錯 那如果你是十指比較長 就要做希臘型的腳趾 跟你說一下 那希臘型的腳趾 其實最好就是 不要挑完全是方的鞋頭 方的話呢 它腳趾都會容易頂到前面 但是不管如何 你還是要預留 0.8到個手指 就直接試穿嗎 對可以啊 那我現在目前來幫你拿你的尺寸 那因為你的左腳是24.4 右腳的部分是24.6公分 但你的腳板是9.4或9.6的寬度 比較寬一點 那當然鞋子的鞋內空間都會有點不同 我尺寸的部分會把你抓到25或25毫半 這雙叫做生活防水系列 那第二個的部分呢 就是介紹這一雙 ILDCS 這兩組 那這兩組的呢 都有它的特色存在 那因為剛好講到說 你會久戰久走嘛 出國出去玩 那基本上來說的話呢 這兩雙的特色都完全是不一樣的 那尤其是這一雙 這一雙的部分 生活防水是採用PITAS的皮面 那是來自英國頂級上最好的皮面 是A等貨 摩摩看沒關係 那當然啦 而且所謂就是目前我們現在 在廣告上面的生活防水 它是晴雨兩種鞋款 那晴雨可以一起穿的 所以最主要就是我剛好講到說 PITAS的牛皮來自英國頂級上最好的皮面 那它可以號稱在地球表面上最好的牛皮 它應該不會有環保材質 不會啊 你是擔心環保材質嗎 我很怕環保材質 不會啦 我跟你講 其實這一款鞋 最主要它的特色是它的鞋面跟它的鞋底 因為我剛說過它的鞋底嘛 它的鞋面嘛 對不對 那因為它的鞋面可以達到防水 就是因為本身 牛皮治好的過程當中 它有添加所有的防止物質 將它的鞋面全部打到一個微系統 把它包覆住 那到晴天下雨天 下雨天的時候水進不去 你的熱氣會出不去 那如果說是下雨 如果說是晴天的話呢 天氣較悶熱的時候 當然你在行手過程當中 你的熱氣還出不去 所以說它又不像GOTEX那麼貴 但是又不會像一般的價格那麼貴 所以它的防水是防到 如果我今天採進水坑 它會縫性會進去嗎 好的 來 所謂的生活防水系列 跟GOTEX是不一樣的 GOTEX是內身的部分 會有個GOTEX薄膜 那我們最主要是它的皮面 對最主要是它的皮面 那因為它皮面我剛說過了 它可以達到所謂的防水 超潑水 那當然如果你時間上較長一點的話 完全踩在水裡面 它當然就不行 它只是短暫的時間 例如說突然下大雨那段時間 就比如說 我騎車騎一騎 旁邊有一台車這樣 大水波過來 也沒關係 對啊這是OK的 還有喔 還有平常我上班的時候呢 我也是穿這雙鞋 我就是有時候上班是下雨天嘛 我穿雨衣 對那我穿雨衣之後呢 可能就是我雨衣 我不是穿褲子的雨衣 是輕便雨衣 那可能就是雨會一直打在上面 那基本上我到店裡面 他都沒有死 OK 那這雙鞋我是覺得還不錯啦 因為就是如果說你是要出去玩的話 這雙如果到當地突然下個豪雨 還是可以撐的 那鞋底的部分也比較特別一點 因為它像這種鞋底 就是最主要是我們的專利 那這種鞋底的專利呢 也是比較特殊一點 它具有所謂的一個防油 防油 對它是防油跟止滑的功能 所以它防滑 是的 就是防油輸油 然後呢跟防滑 它是我們的專利鞋底 它是我們的安底台的鞋底 所以它設計非常好 安底台 對沒有錯 其實我們安底台 都是坐在我們的鋼頭鞋下面 的鞋底 那我們現在目前呢 都把它拿來當作休閒鞋 或是屬女高跟鞋 我們都會用在這種底台上面 那因為其實台灣大部分都是比較潮濕嘛 因為是海島型的氣候 所以說都比較容易下雨 那如果說下雨的話 碰到這種鞋底 其實它的抓地是來得更好 因為三角紋路的部分呢 可以將所謂的油脂跟水分 切開來跟剖開來 那它的三角紋路的部分 可以直接貼在地面 達到止滑性的功能 所以它就是特色在這邊 對 那第二雙呢 就是剛剛有跟你介紹這一雙 對 這一雙其實我後來想一想 我剛剛不是有幫你量過腳嗎 對 因為你叫做 其實你叫做外旋族 外旋族走路的時候呢 是後跟外側跟前腳掌的 就是受力較大 如果步伐較快一點的話 就是後跟跟前腳掌 但是呢 像你的外旋族在選鞋的時候呢 其實都要稍微注意一下 盡量有彈性吸震的鞋底來做輔助 那盡量就是所謂的外側來做加強 平面來做加強 或是鞋帶魔鬼站都OK 那如果你要長時間走的話 其實這雙的鞋底是複合式鞋底還不錯 那因為複合水準 我們是採用橡膠加上衣葉 是複合式的 那不會水準又不會氧化 會不會是環保材質 不會啦 你不用擔心啦 這雙鞋是非常OK的 壽命比較長 對 它壽命會比環保材質來得更長一點 所以我剛剛比到說 這兩雙鞋其實如果說要符合到你的需求 應該是這雙會來得比較好一點 這雙來得比較好 它看起來有一點球鞋的感覺 對啊 其實應該是講說 鞋齒的每一雙鞋都會有改變的設計 改變的設計或不一樣 它的造型會有點像休閒款式 但是呢 球鞋帶一點的那種風格 但是不是完全都是 像這一雙我一看到就滿喜歡它 那重點就是 其實它整雙結構都很特別 那我們來看看它的鞋底 其實啊 你看它的鞋底的部分 我剛剛說過 它鞋底呢 我們是採用EVA 再加上所謂的橡膠嘛 它會變得比較清涼一點 又不會水潔 又不會氧化 讓我們鞋子的鞋底的彈性度來得更好 那尤其是前腳掌部分 那前腳掌那個橫向的溝槽的部分 最主要呢 是讓你省力推進 讓你的曲折性來得更好一點 腳比較容易痠啊 來 鞋底的部分呢 有所謂的 像它鞋底的部分 會有一點比較特殊 像這種蜂窩型的造型 對吧 這種蜂窩型的這種隔紋的部分 六腳蜂窩型隔紋 最主要是讓我們接觸地面 能達到緩衝性的效果 就是紓壓的功能 對 不要讓我們的腳直接呢 接觸到地面緩衝 因為我們其實 我們的雙腳 後跟下腳之後呢 會有緩衝的力道 那這個緩衝的力道 會直接衝擊到我們的後跟骨 那衝擊到後跟骨 我們腳後跟就比較容易痠 會比較容易累 這一雙 會比較痠會比較累 那基本上就是 它沒有辦法達到吸震的效果 那主部就會比較累一點點 其實整雙鞋我都覺得結構性來說都還不錯 那尤其是它的鞋面 那鞋面是不是很好看 顏色好看對不對 對 我覺得顏色不錯 沒有錯 有沒有看它質感 其實一般的鞋子 它是有點雞皮的感覺 其實它是牛皮的處理 對 是的 這個也是牛皮 是啊 它是牛皮 我應該這樣講好了 其實牛皮有分很多種不一樣 但是不管怎麼摸都是牛皮 都是因為是加工去處理 那像這一雙的部分 它是屬於油辣的牛皮 對 它是油辣牛皮 那它有防水嗎 其實油辣牛皮 大部分來說 都會有一點潑水處理 不能像這一種 像生活防水系列那麼好 但是基本上 你要達到 所謂的出去玩的時候 讓你的鞋面保持 保持完整 那讓你的鞋子 可能突然下一下雨之後 鞋面不會那麼快吃的話 我還是會建議你要買什麼 防水噴霧機 那個我也買 對 要第一層的保護它 那你後續保養的時候 就會比較好保養 那接下來呢 這雙鞋 除了我剛剛所說的 它的鞋底跟鞋面之外 其實它整雙鞋的設計來說的話 都是比較特別一點 那你有沒有看到 它本身的鞋面 它是有牛皮 再加上所謂的彈性布 對 那它天下彈性布 是讓你整雙鞋的外觀 產生質感 然後變得更好看一點 那設計感 那再來 為什麼內襯的部分呢 要做所謂的襪套式的 彈性 對 它是做襪套式的彈性纖維 它讓你的雙腳踩在裡面了之後 讓雙腳踩在裡面 整個雙腳被包覆起來 那其實 剛剛你有講到一個重點 那個重點是說 有時候你會穿大一點 鞋子對不對 那我剛剛有講到說 鞋子其實要合屍合腳 基本上前掌往前推 大拇指頂到前面 後跟微手指幅 大約就是0.8一個手指幅 那如果你是超過這個範圍 就不只是0.8一個手指幅 對 1.5到兩個手指幅 其實這樣穿著是過類的 因為它無法把你的腳達到包覆 你如果沒有達到 雙腳無法達到包覆之後 你腳如果是外旋足 會往外面旋 內旋足會往內旋 所以你活動性會很大 其實我之前穿 就是NMD來說 它可能因為它布 它是布料的關係 所以我穿起來的時候 會覺得有點大 那腳會不自覺的去扣住鞋子 腳指頭不自覺會出力 有沒有 對我知道 你在走路的時候每一次都會去出力 是 然後腳就會特別的酸 當然啦 其實就像我剛剛有提到說 鞋子要合適合腳 然後鞋子不能過大 當你的鞋子過大之後呢 你的鞋子的後跟就不跟腳 不跟腳的話 你就會比較容易累 你不跟腳 你就會想盡辦法用你的腳指頭去抓它 那你如果抓它的過程當做 後跟有跟腳就算了 那一天走下來的話 其實很痠很累的 那再來 如果說鞋子呢 選錯的話 空間也過大 然後內旋動作 外旋動作 如果過多的話 都會影響到你的腳踝 膝蓋 你的脊椎 還有你的腰 甚至有時候會產生腰痠背痛 跟脊椎臣環 對 這樣子 了解 OK 好來 像其實整雙鞋 我剛剛說過 其實做這種彈性布的纖維 就是要把你的雙腳打到包覆 那重點就是我們的鞋墊 那我們的鞋墊的部分呢 其實做的比較特別一點 我們鞋墊也是採用所謂的BPU的材質 其實BPU呢 最主要就是吸震 然後第二個呢 吸濕透氣 好你摸摸看 你有沒有發覺它很多孔 對 它是強調讓你不易悶熱透氣 哈哈哈哈 對 然後呢 我們光設計下來之後呢 因為我剛剛說過嘛 其實 這個 Bio的DCS 最主要來說的話 也是附著有三大足弓的支撐 那我剛剛不是講說 你很需要稍微微幅的足弓 或足弓支撐 像整雙鞋的部分呢 我們就會有所謂的 內外側的橫向足弓 還包含這一個 這是橫向足弓 內側足弓 外側足弓 那這個地方的部分呢 就是說 後跟的部分呢 叫做 後跟是杯狀式設計 它是凹下去的 它是凹下去的 那凹下去做什麼原因呢 它要托付住你的後跟的後周圍 就是我們後跟那一塊肉 托付住之後呢 你下腳才不會產生晃動 對 不產生晃動 那第二個 其實中足支撐 就是等於說 就是我們的內側外側足弓 你的內側外側足弓 如果有達到支撐的話 你就會比較不容易往內旋跟外旋 你的腳就不會過累 對 就像你剛剛提到說 你買的鞋子那雙都是屬於布料的 其實布料其實它的穩定性是非常非常的不好 但是要看需求啦 每個需求不一樣 原來是潮鞋 啊 了解 哈哈 好 我想問一下 那個 如果之後想要替我爸買鞋子的話 那時候如果剛好靠近父親節 有沒有什麼樣的優惠活動 有 如果說是父親節的部分呢 我們都會有滿額優惠 那第一個呢 是正價商品消費是滿3,800 滿額送 滿3,800之後呢 我們就會有皮帶 或是皮夾 就是讓你二選一 那你如果的金額 有到達所謂的6,800 那我們就會直接送你登機箱 登機箱 對 登機箱喔 然後你的金額到達8,800的話呢 就是皮帶或皮夾 二選一 再送你的登機箱 那其實以上的這些三個優惠滿額呢 只能起一不能起二 只能起一不能起二 對 也不能起三 就等於說你只能選一個 如果說你的金額是3,600 到3,800之後 那你就是選擇皮帶或皮夾嘛 那但是呢 我東西可能買得更多 我金額超過6,800了 那你就只能拿 選擇一個叫做行李箱 那你的3,800就拿不到所有的皮夾 或者是皮帶 OKOK 這樣明白了 所以我如果一次來8,800 我就是拿皮帶 或者皮夾 或者是行李箱 對 沒有錯 皮夾 皮夾加行李箱 對 皮夾加行李箱 或者是皮帶加行李箱 OKOK 對 因為皮夾跟行李箱 皮夾跟皮帶是二選一嘛 所以揪人來比較划算 一起買 對 一起買鞋就划算了 而且其實父親節 自己買鞋 送的這些禮物 還可以送給爸爸 那我現在買了是不是不划算 不會啊 怎麼會 不算了 明天要出國 對,OKOK 不會啦 那當然啦 相對的 如果說當下我們有針對 所謂的一個叫做 一個活動的部分 那我們呢 也會針對活動的部分 會送你一些保養油 對,就是保養油 一般沒有送嗎 我們沒有 我們現在目前呢 就是買鞋 保養油的部分 是做加購 我們沒有在贈送 是的 那平常如果 像我現在買鞋 我買保養油 會有優惠嗎 當然有啊 我們一罐保養油的鞋乳 是一罐 正價是180 會員打九則是162 那你現在只要是買一雙正價商品 或特價鞋都沒關係 你的保養油180 就變成100塊錢 OK 對,那我們現在也是在主推 所謂的一個叫做 清潔保養跟防護 有時候鞋子要稍微做一下保養 對啊 好 就這樣比較了解一點點 好 謝謝你 OK,不會不會不會 拜拜